台北市議員鍾佩君在下午交開完記者會之後 他也馬上整理心情 回到工作崗位 在議會質詢時 台北向蔣灣 趁著休息空檔送上關心 分在同一個質詢組的議員 陳崇文還有鄭委員 也不約而同 給予關懷 質詢休息空檔 台北市長蔣灣安緩緩走向議員席 原來市長正在準備資料的議員鍾佩君 蔣灣安送上關心 鍾佩君立刻起聲微笑回應 不過20秒的簡短談話中 兩人不時眉頭伸索 看得出對於鍾佩君的遭遇相當難過 分在同一個質詢組 議員陳崇文以及張維園 不約而同為上去給予關懷 鍾佩君的神情 終於擺脫沉重 再度生動起來 出面控訴媒體人朱學衡引爆輿論哗然 鍾佩君質詢前的記者會情緒激動 但議員份內工作可得專業 只是才剛開始似乎就出了一點小問題 學長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因為辦公室不知道我們調換質詢順序 我聯絡一下 鍾佩君的神色有點尷尬 急忙打電話和幕僚聯絡 讓質詢一度中斷 在短暫的休息過後 鍾佩君順利開始質詢工作 詐騙集團竟然說頭就頭上去了 而且一頭還有好多篇 那我們是什麼可以做的超前一點 臉書公司其實也在台灣啊 儘管情緒受到衝擊 但回到質詢台依舊展現平常的強悍質詢風格 不讓風風雨雨影響問政表現 接著有綜合報導